以深入交换意见 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面 当新内容 副总理李克强结束三个访港行程 在主持新政府总部落成仪式之后 坐专机回北京 李克强总结行程的时候说 香港在国家改革建设里面的重要性 是不可以替代 又形容香港有潜力、活力和生命力 对特区未来发展是充满信心 副总理李克强在上机前 总结三天在香港的活动 令他对特区加深了解 首先是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贡献 令他感受自深 他又赞扬香港人勤劳有智慧 做事认真、专业 香港社会开放多元、充满活力 一国两制、有强大的生命力 行政长官曾任权向李克强送赠纪念赏赐 三位司长、中联办主任彭清华 以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呂申华 都有来送行 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形容李克强到访 显示中央政府肯定特区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 三天的采访行程 李克强去到哪里都引来大批传媒的采访 他特别感谢香港传媒的竞业精神 不过由底港到离开 始终都没有回应过记者的提问 无线电视记者王明熙报道 副总理李克强离开之前 去天马南为新政府总部主持落成仪式 行政长官曾任权支持的时候 新总部门常开的设计 体验特区政府施政理念 副总理李克强由行政长官曾任权陪同 主持新政府总部的落成仪式 部罗一拉开 这一座造价55亿起了三年的大楼 也都正式成为香港的政治中心 曾任权支持的时候说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体现施政理念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 也贯彻了门常开的理念 这正好表明我们每分每刻 都要以为民为本 以民为本 开明开放 从山如流 他说社会发展的动力 不能够单靠硬件 推动社会全境的动力 不光是一些宏伟的建筑和硬件 而是人才的素质 以及背后那种建议不拔 建议求精的信念 香港全体的公务员人 和整个社会 都会以这个信念 作为建设更美好明天的基石 举行落成仪式的会议厅 可以容纳800人 日流政府的酒会 晚宴都会在这里举行 落成典礼标志着 新的政府总部正式落成 但目前为止 只是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 工商及旅游科 以及特首办搬来这里办公 政府计划在12月之前 各个政策局会陆续搬进来 至于会议厅以外 记者可以去的地方都大致装修好 完成搬迁之后 会有3500人在这里上班 无线电子记者 吴景进步道 李克强在早上出席 香港大学100周年校庆典礼 他说港大、香港和内地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央会设立专行基金 资助港大师生去到内地考察 副总理李克强到港大 出席100周年校庆典礼 李克强致辞时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赞扬港大办学成功 又以一代伟人形容在港大前身 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孙中山 李克强寄予港大学生 要以知识贡献社会 为香港的繁荣发展 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关注和了解祖国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他又特别以英语发言 HKU is for China It has become a ke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在港大读过普通话的前港督 魏逆逊也有致辞 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是1960年 是为了进入香港大学港大读书 学习普通话 我当时 李克强都为港大带来何礼 中央政府会成立专项基金 由春年开始 每年资助一千个港大师生 到内地考察、学习或者做科研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汪明熙报道 副总理李克强在港大参观期间 和国学大师姚忠儿见面 由透露曾经在港大的宿舍住过 另外十几个港大生就示威抗议 副总理李克强来到港大 就先和94岁的国学大师姚忠儿见面 李克强赞扬姚忠儿发扬并且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两个人离开之前护送纪念品 姚忠儿赠送自己的著作 两本书和一卷何花画作 而李克强就回赞一套国家博物馆监制的毛笔 李克强又在港大参观介绍校园的展览 大约30名学生大师有机会和他近距来交流 二十多年以前我曾经来过港 而且我在港大的学生宿舍住过几天 具体的地方我现在很难记青 见到你们是我高齐美好的回忆 另外大概十名港大学生和学联成员 不满意客方只是邀请少数人去八周年庆典 计划去到太古桥示威 不过警方将示威者包围 双方推撞 有学生声称被推倒 广大校长徐立枝出席完典礼之后 和示威学生会面 昨天说的东西我都在学校不时都有跟你交流 徐立枝接收请愿讯之后 学生和平散去 福斯电视记者陈介恩报道 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说 今次副总理李克强访港 警方的保安工作和以往嘉宾访港 没有什么大分别 对于有批评指副总理李克强今次到访香港 警方的保安特别严密 正是北京访问的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说 警方从来没有对示威者政治检控 又说和以往的部署没有分别 我就不同意这个所谓滥用警力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我们要如果是有海外的贵宾来香港访问 我们一定要提供保护 还有要提供个礼遇的 如果是我们香港人 就是别人来到我们都不提供礼遇 我们就觉得不太好 至于李克强星期二到丽港城家房的时候 一个男人穿着一件写上平反六四的T恤给警方带走 警务署长曾慧雄说 由于他进入了核心保安区因此将他带走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在一个核心的保安区里面 任由任何市民都可以做任何的事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确保到访问政要的安全 曾慧雄说李克强访港期间 警方每日动用2000至3000人保安 又说警方执行保安工作 难免对市民构成影响 保鲜电视记者在黄大军报道 南开三个泳滩今天发现疑似红潮 令到本港近期出现疑似红潮的泳滩增加到十几个 有专家说今次的红潮含有毒性 会影响鱼类和背壳类生物 呼吁市民小心食用 渔户处就提醒养渔户 如果发现死鱼或者任何异常 需要作出通报 浅水湾海面出现一片片疑似红潮 上完之后身都很散 但是其实都可以的 不过有皮肤敏感就最好不好 因为始终水质都不是那么好 沙滩已经挂起红旗 有救生员说有劝语市民不要落水 除了浅水湾之外 隔离的南湾和中湾都发现疑似红潮 都已经懸挂起红旗 近期本港多个泳滩 包括泉湾几个泳滩 和屯门六个滩都发现疑似红潮 公开大学的专家说 本港的红潮一般在三至五月发生 八月比较罕见 他在茂湾采集水样本 发现今次的红潮含有 大毒性的多包船沟组 相信是由珠海和澳门 扩散到本港 若果这些生物大量繁殖 而影响附近养殖的背壳类的生物 好像青铁口、带子、生蠔这些生物 它就会在生物里面累积 所以我们进食背壳类的生物的时候 也要加倍小心 但是他说市民如果喝了几口红潮海水 由于含量低 一般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雍鸣斯报道 未来港交所将会加强 和内地交易所合作 陈文言 港交所会和上海和深圳交易所 初商成立合资公司 共同发展指数和股票衍生产品 转到回来会有详细报道